《诗词》 我们又到了和盧安迪《诗词赞赏》的时间 你今天选取了一首什么词 和我们一起温习呢 这首是陈仁确的一首诗 但是通常我们一说起陈仁确 首先会联想到他晚年的诗 他的诗要么用一些暗码去访词时证 要么就是表达自己那种很仓良甚至是绝望的心境 譬如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席羊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陈仁确都曾经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他都曾经是对世界是有积极的好奇心的时候 所以今天选取的这两首就是他在宣统三年 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 当时他在欧洲那里留学 就去了北欧那里游历 就写下的其中两首诗来的 他这两首是很多年之后再背出来的 第一首是关于自然的景观 而第二首就是关于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关怀 我们看看第一首就是在北海周中 他在北海那里泛周 他一开始说孤怀入海眉难雪 水鸟周人共此游 即是说他在那里船那里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而是还有水鸟和船夫都陪着他 但是究竟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明白到他的孤怀 即是他的心境呢 那么头两句就是说这件事 然后第三四句 我们就会见到 有一个地理的知识就出现了 他说速地巨环 刑北小 那么曹先生你联想到什么地理的东西呢 这个我真的想不到 他是不是就是这个 在北海 所以我们想起芬兰、挪威、瑞典 斯干的纳维亚半岛 然后围着中间是一个内海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这一句 因为他没有自住 所以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我其中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是说地球上的经纬线 因为你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画一个圈 那么越向北或者越近南极 那些圈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 比较可能对 所以为什么叫做巨环形北小 如果你只是说北欧的地理 似乎这样突压一点 形北小就是越向北就越小 所以如果是位度那些线就讲得通 但他没有讲经位两个字 这个就是有时候要不着一字去讲 然后拍天曼水进南流 就是说在恒洲的那些水的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斜阳大月中宵建》就是说一样 以前的中国人从来不会写得出的一个景观 就是叫做Midnight Sun 就是说你很近地球的南北极的时候 就算在接近午夜的时候都会看到太阳 提到这样东西的人 所以可见那时候的中国人清末 问初已经有一个很丰富的游历的观感 张眼看世界 所以诗词的内涵都丰富了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的诗词真的 真的是那个境界为之开朗 顾国身声一笑丘就是说 跟他同传的人在唱着波兰的歌曲 但是为什么顾国 因为当时波兰曾经是忘了国的 然后最后两句 忽然之间想起自己的家乡 他当时的家里在金陵 他就说 忽益江南和灭坊 什么时候归去作翱头呢 翱头就是指泰秀的意思 但是整体来说 他就是说我现在在北欧这里泛舟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 他的家乡金陵那里泛舟呢 似乎那些诗人 顾国情怀这些 似乎都是放肢四害皆盡 往今来都是这样 这个也是我对他有一点意见的地方 就是他太过频繁地 最后两句都是要移到自己的家乡 我们看回另外那首也是 他这首主题是去皮缓生的舞 其实皮缓生另外一个翻译叫比昂虫 就是挪威的一个文学家 还拿过诺贝尔文学奖 他就喜欢了这个文学家很久 以及已经一早打算要去探他了 但是可惜当他去到挪威的时候 这位文学家已经过了身无奈 所以他头两句就在那里与探 遮如妙妙偏能致 色语尼尼据耳尘 即是说我在梵州来到挪威找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过了身了 之后那两句 自有相连灵色面生缘多恨此相臣 就是说一方面他有少少扩达 既然我们之间能够神交到的话 又何必一定要是多面见过呢 但是之后话锋一转就说 即使是这样 这件事在人生众多的遗憾之中 都是其中一个最令人伤感的东西 之后第五六句 就说他眼前所见到的 疲缓生的坟墓的情况 就是说 藏明马列非无意 马列其实是坟墓的别称 他在这个墓碑上见不到什么字 所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就说非无意 就是说 当然是有些意思 不过我不知道 然后头脑浓心少未纯 头脑即是到脑的意思 因为这位文学家 就算去到晚年 都经常很感染地批评政治 所以他就说头脑浓心少未纯 最后第七八句 有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我不是说这两首 是他过了很多年后才背出来的 因为他早年的诗稿不见了 但是他就算陈人确记性那么好的人 都不记得了第七八句当时是怎样写 所以这两句 是他过了几十年之后自己再补回的 为什么他说回首相关三万里千年文可逆阳层 就是说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 和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乱象 他是非常之不满 所以他过了几十年之后 就盖探千年文可逆阳层 就是说整个文化的景象都已经不复从前 这个真的好像画画 有时只有十几岁画了一张 其实还没画完 过了四十年看一看 要再补多几笔 那时那个心境情怀和画技都不同 陈陈国当然是一个悲剧角色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机会去欧洲去英国读书 但是打算报效民国的时候的祖国 但是1949年后就留下了 然后受到这些思想改造和迫害 所以一个文化人都挺生不奉神的 所以他未报这两句 我想都是见到自己的故国山河 经历过这么大的敌档之后 有难言之隐写上去 所以看陈阳阁的诗 我们要努力去试读其中的心意 而刚世世不久的余英史教授 也非常了解他 写过一首陈阳阁晚年诗的注释 是的 多谢Andy Loo 我们下次节目再分享其他诗诗